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又到了元宵提灯的日子 新北市府响应民俗的节庆 今年再推出猪年小花灯 按照惯例一样会有一份不同折法两个版本 可以让亲子做多元的选择与变化 而另外有尝试折过新北猪年花灯的民众反应 今年的手偶功能更加的灵活好操作 可以与孩子一起提花灯玩手偶真的是非常有趣 每年过年孩子们最喜欢的除了除夕发红包 再来就是元宵节提灯赏花灯了 今年新北市府也将于15 16日发放猪年小花灯 按照往年的惯例总会一份会有不同折法的两个版本 一个叫做掌上明珠 一个叫做后底家 而各区公所也都有所限量 也欢迎民众踊跃索取 为了要迎接我们今年的元宵节 三支区公所我们在2月15号的晚上7点 和2月16号的上午4点 在我们本所一楼的一个大厅 有举办我们今年的元宵小提灯的一个发放的活动 那我们为了要应景 所以我们今年的小提灯 制作成那个可爱的一个猪的一个造型 那请我们的区民能够在15号16号两天 到我们公所来领取 实际请公所同仁室的组装看看 只要照着编号顺序组装就不会出错 不过难度还是有 因此需要亲子一起完成 另外公所同仁也表示 今年首偶的功能更灵活好操作 跟孩子一起演戏说故事也更得心应手 还有花灯也融入吉祥话 及新北特产万里蟹与巴里甘等元素 让逐年花灯更具有新北的代表性 如果说小孩子 他可以这样子说故事啊 三支小猪啊 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 你觉得他今年这次是需要亲子一起去集合 每一年几乎都是啦 不过通常都妈妈在做 小孩负责玩负责题啊 因为这个其实难度有一点点高 对啊 如果说因为他有两种玩法嘛 如果说他这样弄 移动的时候还不错 那如果说这次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提灯内有那个电池 那如果用完之后啊 请大家记得要取出来做资源回收 那让我们的那个环境能够做得更好 那最后也祝福大家 那猪年行大运 猪是圆满猪年发大财 不论是戴上眼镜的金装猪花灯 还是拿下眼镜超萌大眼镜都相当好看又好玩 而响应环保三次区公所也呼应大小朋友 电池用完了要记得回收 没有电池的提灯还可以发挥手偶 或是动力玩具等功能 希望市民在提灯上花灯之余 还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理 记者 廖平函三只采访报道